那老師我雖然聽起來您講的雲淡風清 但是我覺得宋江甚至跳起來很辛苦 您當初怎麼會這麼義無反顧的投入 對我學香港的人不看過 我也不敢出現 就真的講了 講到老大也不敢放一樣 但是因為宋江是武鎮的 你如果有那個母的精神 你不可以慢慢教 慢慢跳 這樣不像太冷靜了 但是我在教的送槍證 因為你要好看 你一定要表演出來 你不可能在那裡睡人說你這個很好 所以你一定要展現你的 所以我在教的送槍證 節奏性比較快 總統來 國安局就先給他調我主任 他跟我說 你教的送槍證 兵器都會斷 這樣啊 就真的說不斷 你不說 又不像母親 說不像我就是這樣教 但是我教送槍證 我有一個環節 你要跳送槍證 我是很注重那個武德 就是這個孩子 你要來電送槍的孩子 我要教給孩子 這個孩子要乖 不要學歹學派 不懂媽媽的威 我就教給他很合調 但是明天在總統買來 我就沒辦法 他要跟我談條件 教練你給我說 你要乖不乖 這樣這個孩子就教會乖 這樣我們也是進一個社會責任 把這個送槍證包吟 按一個很正派的藝術文化 可是因為您有提到 就是說現在掃子話對不對 那您又很注重武德 那這樣的人還找得到嗎 或是很難挑吧 現在的孩子是說 比較難找 但是是要怎麼教 不是說我跟這些祖書 廟話話說 現在掃上槍 你要去英島 要叫他出來跳 揚音嘛 是 像我現在把他掃上槍證 給他 我就把他掃上槍證 就是說 第一 你訓練身體 等於他連這個 來把生命留下 不必你平安 讓他知道 不然他會跳這上槍證 跳到有負擔嗎 像我工程 像下班 可以八點回來 要再跳上槍 他會覺得像我 有一個負擔 你要告訴他 我來跳這 要訓練身體 要把生命留下 像他現在在調校 年輕人 我跟他說 你們從小孩拜這個生命 拜他拔 你要把生命留下 是很難得的機會 就是他做一個 還是生命生 你才有機會把生命留下 你平常是 生孩子要穿車 都要把生命留下 要保閉你平安 要保閉10次 要老闆1次 你沒空到老闆 沒可能 因為我在教香港 就是說很多事情 你像那時候 我去台南大學 剛才國興住建國100年 第一個節目就是他們 時間二 台南大學 站在學校的立場 那是一個莫大的榮譽 因為在總統府 那是現場出播 那賢國興都在看 學校的感覺很有一個榮譽感 所以你要跟這個學生 跟這個學生說 你今天代表這間 台南大學的處理 你就是有一個榮譽感 這樣 展現給選口的觀眾看 你家裡人看到你也公平了 要有這個觀念 不然孩子不知道你跳哪裡 老師 那您剛一直有提到文證跟武證 那他們兩個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什麼叫做文證 文證就是我們一般你說的 跳過 跳古鎮 牛離鎮 百家中 這些都像在文證 嗯嗯 雄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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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有嗎有這樣的 武證一大出外 就是五六十的人 採訓師七十 文證採訓師跳過的 他就十幾 我採訓師也有十幾 百家中 就是巴哥跟阿扁 全隊也有十六 嗯 因為武證他們說就是 抵兵器對抵 那叫做五陣 嗯 這樣就是在那裡 你猶著你們軟的 那叫做文陣 這樣 主要是這樣的分別 了解 那所以外面把跳宋江的說是八家將 其實是完全不對的嗎? 他這不一樣 我都跟你說不一樣一個系統 八家將就有穩定 宋江鎮就有穩定 我們一間的老闆一定有誰穩定穩定 但是做回來不一樣 整個宋江鎮跳起來感覺會就是有保佑 那您有沒有發生什麼覺得 比較玄的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 因為宋江鎮 我說保養 對自己身上 他只剩下我就好了 晚上我去把他拿回來 十幾點我 拿回來那時候會疼 那時候我開車 騎車 到我頭看著沒弄下去 我就覺得平安 很難你去體會 但是我的宋江鎮 我也是看過他 他就去保佑拜拜 他來跳 他的身體就好 我記得很好 像我在內門家有一個電視 他沒跳會發狀 他跳宋江也在發狀 他跳會發狀 那先就是他這段機関 他會比較保佑 因為他平氣對待 你發狀起來要怎樣 所以我說這很玄 那老師可以請教您一下 就是因為傳統有說 宋江鎮不能跳到108 只能跳到107 那您有發生什麼類似的 我現在告訴您 香港人說是100公佩的 不要說100公佩的 現在要做54個就拍座了 宋江鎮有24個 36個 54個 72個 100公佩 有頭就這樣 但是現在 要做100公佩 就拍座了 所以他們拍座就找藉口了 說減一個就不行了 這樣他就能從政策交代了 這就是一種金錢 一種的 我告訴你 不夠人 你說不夠人 他就跟我說減一個不行 尤其是要求100公佩 我以前在湖內鄉 我怎麼會跳100公佩 那也是沒事 但是宋江鎮 我在加這麼久 最適合的就是36個 他不會 你說節奏感比較好 你54個最大天 他就像繞圈子 就會冷到 你24個看起來最小天 還不會流 最適合的就是36個 老師那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網路上我們有查到資訊 就是說政策有54個 可能那彼此的關係到底怎麼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解答一下 內門的宋江鎮 兩座 他們叫做文武鎮 文武鎮 武鎮大概20 大概23座 文鎮大概就在那個 要30 首先加起來50幾座 但是來門的家庭借 他們出了 他們才有兩座 一座新的一座 加起來50幾座 50幾座 如果聯合起來 差不多他們內門的人 出來大概3萬1億 他們內門的家庭 1萬5千幾 所以我出來 因為我在那裡做過兩座 的鄉民代表 所以我了解他們而已 他們那裡總共1萬5千幾 出來大概就減3萬1億 但是你說鼻鼠旗艦 那時候我去擦是這樣 有人會跳就有人會 但是我擦的時候 你如果擦他們就有競爭 我這天還好 他就叫一個師傅來擦 就競爭起來就是 比較有看法 不然內門 我以前在那裡擦叫做極擦 算人 他們這個珍貴的 人家想我一天 想我30幾座 他就算18歲而已 到時候輕輕的 做法跟書 輕輕的就18歲而已 他也是要處理 因為他就對新民 一種很謹慎的心 多少人 我都處理把新民留下來了 但是內門那時候 我在那裡擦 事實說可以看 好像兩座至三座 因為你香港人要造成 你要有錢 經費 你要買兵器 要買服裝 要寬容 很貴 這樣才會發動 現在香港造成一座 要開了兩百座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內門那時候 他也是很傳統 那時候我去學校 他們這個鄉長 會利用這個香港 當媒體 像是人在表演 像是元宵節 或是人在辦什麼 活動他就去 之後我民國80年 就帶他們去台獄參加 中國第一屆大廟會 就是一生選一年 台灣也選內門送江振 所以我80年就帶他們去台獄 台獄那時候去 當然很幸運 他們就沒有香港了 那時候去 他們就知道誰有傳的 宋江振 就是沒有看過 所以那時候 第一次抓去 80年抓去 真有看頭 他們那邊已經富裕了嗎 還是其實也沒有 這問 我那時候去廈門 廈門那裡教 中華大陸那邊 雖然說 其實他們也沒有很開放 很嚴重 但是他們台獄的政策 他們是很希望 他們的宋江振可以回復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是沒有才華大陸 下面就帶他們 二人內門表演 但是他們那時候來跳的時候 比較笑話就是說 他們那時候表演就像 現在的國語在做兵局 他們沒有像政法 因為宋江振 你要有宋江振的這個電視 但是他們多少 我知道在祥安那裡 現在有建一個博物館 用一個小型的 涼山水湖鑽的一個地方 就發揚民衆民兵 老師 那我們其實對您 帶那個官校這一趴 就是帶陸軍官校這一趴 其實還蠻有興趣 可不可以請您 再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部分 我先有一個新聞 說我可以去抓那邊 比較好抓 它比較有機率 我去抓陸軍官校 我有一個成就感 我去抓他們內門 他們內門傳統來看見軍人的 這看得比較有機率 我以前跟陸軍官校 警察艦車沒有開轉 去槍也換成兵器 還化妝起來 比武林更有威勇 所以我教了之後 內門之後 還要拜託海軍官校 但是中東那邊看 他也是感覺說 這個江振的 我像軍校這個 你要融入社區 讓他們感覺說 大家一個社會團體 很和諧 老師那可不可以請一下 因為其實您的故事非常特別 還被拍成偶像劇 可不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那時候就是 台灣的故事 三立的 去拍 之後應該來拍出偶像劇 因為以前偶像劇就是沒有 比較單 純屬男女之間的感情 因為我把這個宋江振 農入了這個聯織局立 對 很有特色 那時候就是做我的故事 南豬哥就是做我的兒子 他的故事 不然就是說 我阿里塞我在加雄康 我的學生 去開國際線的 可能去做基蘇 因為我比較愛到 我學生看我比較愛到 我回來幫我補三天 我阿里就跟這個爭串 這樣大家就補充 這樣 這個故事由來就是這樣 喔真的很棒耶 就是看從以前的傳承到現在 那如果未來的宋江振 您有什麼樣的看法 就是比如說 這個文化 然後對於發展這樣子 現在剛上小的 你比這個跟這個 旅園要達成一片 未來 對 現在又少子我 你要教要做專業 對對我的心態 你要補得準 你才有辦法去看 不然現在越來 這個宋江的 會沒落 到宋江像我們你教 我們都補重點 像說這麼多人你看 你要多表演一點 已經走到沒辦法了 你又去跳 你又跳得上碗 你的孩子他會反彈 以前不一樣 現在我愛面子 你多人看他打破 他又跳到他就不愛了 初次未來 我感覺教練師主一定要加強 好 那其實老師今天跟我們分享超級多 而且我覺得精彩絕倫 那我們真的是回回無窮 那可以 但是時間的關係 我們還是要在這邊先告一段落 那如果有機會 還是一樣再拜訪老師 謝謝 跟大家說一下再見 那今天節目到這邊為止 大家下次再見囉 拜拜